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前美众议院放话将赴台参加赖清德就职典礼 相关消息一出引发岛内绿美争相炒作 频繁为民进党赖清德发声站台 美国意欲何为 台湾民众以美论能被打消吗 就有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市新大学的教授有紫祥先生 北京社会院台研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 北京的张华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李红好 邮军二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麦考尔对外宣称会在今年5月份到台湾去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中央社 美中医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日前声称 将于5月率领一个代表团 参加赖清德就职典礼 该消息引发岛内绿美大肆炒作 据了解麦考尔上次窜台是在2023年4月 当时曾与蔡英文会面 中国大陆随后展开环台军演 并对麦考尔个人寄出制裁 谴责有关举动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麦考尔是何方人士 在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窜台见过蔡英文 而现在又对外宣称在今年的5月份 会到台湾去参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那他是不是美国的亲台派 好有问他是美国的亲台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麦考尔道理是一个何方神圣 他出生于1962年 今年大概62岁了 但是他在真正的出任美国的这样一个众议员 是在2004年 也就是说担任美国的众议员这样一个职务 大概也有20年的时间了 此前他是担任美国的检察官 那他出任美国的国会议员之后 可以说在很多议题上呈现了极其的一个所谓的保守的特点 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芯片问题上 他是要强化美国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芯片的制裁 打压绝对不允许这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企业 跟中国提供芯片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等等等等 那所以整个的对华政策是非常的保守 那在对台问题上毫无疑问 也是延续了他整个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对华的政策主张 那在台湾问题上刚才您提到了 在去年的时候曾经串访我国台湾地区 也因为他这一次串访 使得我们中国要对他进行这个制裁 把他列入了这样一个所谓的黑名单 然后禁止我们境内的相关企业人士 跟他做生意进行任何的往来 当然也冻结他在我们中国境内的任何的资产和财产等等等等 这是在对台问题上 而且我们接下来刚才您提到说 这一次他是要去我国的台湾地区 参加赖青德所谓的这样一个就职典礼 这样一个活动 当然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此前历任的 台湾地区政党在每次进行所谓的就职典礼的时候 美国国内也都会派出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代表团 到台湾岛内去 只不过这一次是麦考尔 然后担任这样一个角色而已 那么面对麦考尔的放话 我们看到民间的当局表示感谢 而亲历的媒体也在大肆的炒作 那么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就像前面张华兄帮大家梳理的 从过去的言行看 这位麦考尔众议员 原本就是美国众议院最高调反华的议员之一 他自己都曾经用对华鹰派来自称 2022年底 他知道共和党会在本届 美国的众议院取得多数 他本人会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这个麦考尔他就说 会把跟中国竞争列为首要任务 还说中国是什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台湾问题上面 他的一贯立场就是渲染大陆对台湾的威胁 主张美国不断要向台湾输送军事装备 而且麦考尔跟美国一些对华鹰派的议员一样 都很喜欢拿乌克兰跟台湾来相提并论 炒作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的那个加拉格尔 二月带了几个议员到台湾来 后来也对外炒作 说民进党当局的人跟他见面的时候 都很关心乌克兰的议题 其中一个美国议员还形容 说民进党当局跟列印一样 紧盯着美国国会对原污追加预算的态度 担心就会送出美国不挺台湾的信号 老把自己跟一个情况完全不同于两岸 而且已经开战的地方来做比较 那威的目的就是要炒作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有必要吗 那么这一次麦考尔说要带团参加520赖清德的就职 是法新社传出来的消息 那场合是在美国国会大楼的一场纪念与台湾关系法活动上 那参加活动的除了美国两党的一些国会议员 台湾的驻美代表也在场 所以麦考尔这句话应该是当着台湾驻美代表的面说的 那这场活动形式上就是在宣扬 美国对台湾支持的一个政治秀 民进党当局并没有证实麦考尔要来的消息 但是他们说欢迎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各界友人对台湾展现支持 其实美国不管干了什么证实了没有 台湾的外事部门都好像生怕谢谢说得慢了 特别是在惊吓海域撞船事件造成两岸紧张进一步升高之后 民进党当局就是老招一个 对内就装得很强硬 对外就是跟美国求救 跟美国议员搞一搞政治秀 大概也是想帮自己壮壮胆吧 不过在岛内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也在奉劝绿营不要太自嗨 美方这一次到台湾去是为了美方的利益而去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台在这种勾连之后 谁才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这一次迈克尔到台湾岛内 台湾会基于迈克尔本来什么样的政治利益 直接的金钱还有所谓的这样一个荣誉等等等等 我们不清楚 但是从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来看 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 背后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猫腻 比如说在2022年 当时的格雷尔姆也是美国的一个议员 到台湾进行创访 创访完了之后 我们就很快传出消息说 格雷尔姆要求台湾采购高达80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波音七八七的飞机 那这个七八七的飞机 这个生产就在格雷尔姆的这样一个相关的选区 那在2023年 我们也看到这个长期侵台的一个议员 叫梅南德兹 他也是所谓的美国国会的台湾连线的一个共同主席之一 在23年的9月份 被美国进行这个起诉 因为涉滩 涉滩的情况 其中就有其他国家和地区 向梅南德兹本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利益 再比如说广为人质的 在2022年 这个美国时任这个议长佩洛西 窜往台湾地区 窜台 边边上也是所谓的一套说辞 要对台湾的支持等等等等 那实际上 他当时带着他的儿子小保罗 到台湾地区进行谋取个人的私利等等等等 那这一次 麦卡尔去很有可能 也是循着以往这些所谓的亲台议员的动作 然后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已 更何况 麦卡尔本人也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他此前在担任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这样一个主席期间 也曾经利用所谓的内幕消息 然后来炒作RBM这个公司的股票 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跟前面这些议员 这个政治性格和他的这个徒利这样一个特点 也是一脉相承的 这对相关议员而言 除了这个之外 也是在利用这些人串访五个台湾地区 然后来破坏中美关系 然后在美国国内的选举当中 也使得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从中 然后来煽动美国国内的民粹 然后来谋取选举的利益 看来美方无论是派谁到党内去 都是为美方利益而来 那么美方为的是什么样的利益 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一方面的原因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由美媒日前炒作 美方若受台F-15EX战机 将有力作战对抗歼20 分析认为 该报道 有可能是美方在为对台军售新项目再打前战 是风向 而与此相矛盾的是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却在日前受访指出 在经历了20年的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 美国民众已经普遍厌战 尤其不想卷入 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局面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 美媒正在炒作 美方要向台湾出售F-15EX战机 声称它可以对抗歼20 那么这个F-15EX战机 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美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炒作 这是下一步的军售打算吗 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 3月1号在网站上刊出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波音的F-15EX英式二型战机 是台湾跟中国大陆作战的完美战机 这么大辣辣的鼓吹 台湾要买美国特定的一款战机 还拿这款战机直接跟大陆的歼20做比较 当然会引发不小的关注 这篇文章说 台湾要抵抗中国大陆 透过战机取得空中的优势是关键 但是面对大陆的歼20 这个文章说 台湾现有的战机不只有代差 而且台湾的战机数量也不够 歼20我们知道是具有隐身能力的战机 跟台湾三代的F-16幻影2000 或即使是升级以后 新买的那些四代半的F-16V 都拉出了代差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这个文章说 台湾战机的数量不够 请问多少才够呢 要知道台湾的F-16V 如果全部都来了 小小一个台湾 光是F-16就超过200架了 你要买到能跟大陆比较的数量 恐怕是怎么买也不会够的 这篇文章说 美国虽然有四代的F-22 F-35可以应对歼20 但是这些战机都太贵了 因为种种因素也不可能卖给台湾 美国自己是把升级版的F-15EX战机 作为美军控制成本的一种布局方式 所以这个文章建议 台湾也可以买F-15EX 那这型战机没有隐身能力 也不是四代战机 为什么会比F-16更好呢 这篇文章说 因为F-15EX它有两具强大的 G1公司的发动机 速度可以达到2.5马赫甚至以上 又能装很多导弹 他们说这样在近身格斗上会有优势 所以他建议台湾可以把F-15EX 作为对歼20的拦截机使用 不过这种飞机 过去大家认为美国发展出来 是要对敌做深入打击用的 这种飞机美国会卖给台湾吗 国家利益说因为不具有隐身能力 F-15EX如果去打击中国大陆的地面目标 会被大陆的防空系统击落 所以对台湾来讲 这款战机不能攻击用 反而是一个有战力 又买得起的防御型武器 而且这个F-15EX 也不像它吹捧的这样 说对歼20有优势 而且在歼20隐身 跟那个战场态势 感知的能力前面 恐怕不用晋升搏斗 歼20在试据之外 就可以把你击落了 现在美国又跑出来 这种杂志出来放消息 是不是战机卖了 还嫌不够 货也没送来 又要把台湾当提款机了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前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对外释放消息说美方已经非常厌战了 那么为什么美方厌战却在不停地煽动其他地方的战火 而又对外释放消息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抗大陆的歼20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和观察 美方不同阵营 不同的高官释放出来的重重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前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他在美国国内实际上是比较受尊重的 他的很多言行 尤其他卸任之后的言行 基本上能够反映美国军方的一些真实的一个考虑和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他提到一点说 美国国内现在厌战情绪非常严重 那这个怎么来看呢 我们知道历史上 美国是一个发动战争非常多的国家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 自二战结束到2001年 在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爆发过战争和冲突 这个冲突的次数有238次 其中201次就是由美国来发起的 也就是说美国要对 实际上很多的战争和冲突是负有责任的 包括美国的前总统卡特先生也曾经讲说 美国的历史上是要重斥着战争 重斥着暴力 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战争的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总统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断言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 在台海地区 美国虽然声称说要强化对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武力的支持 这个拜登也曾经公开的对外放话说 要协防台湾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米利释放的这样一个信号就是 美国真正在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 是不是真正的介入可能要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包括米利在下台之前 也就是在特朗普的执政的最后一年 也曾经主动地给我们中方打电话说 除非有他的命令 要不然中美不应该有武装冲突 因为当时的这个中美关系形式非常的严峻 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 这个美国国内为了内部政治的考虑 会发起跟中国的这样一个战争等等等等 当时这个米利就主动地跟我们中方沟通 说目前当时是不会的 除非说要发生这个冲突的话 他会提前跟我们中方进行沟通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美国在真正的 跟我们中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问题上 是非常谨慎的 更不用讲说在台湾这样一个 对他看起来非常重要 但实际上美国并不会为他牺牲 不会为他进行作战的这样一方面下 美国的态度是非常之谨慎的 更何况我们看到这一天 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也看到台湾等的一个新闻 就是日本的原来的防卫省的一个长官 叫柳泽贤二 他也在台湾的一场公开演讲活动中说 日本同情台湾是一回事 然后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是一回事 但真正的说要让日本践行 所谓的安倍说的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也就是说强化对台湾的这种军力的支持 那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美国和日本绝对不会为了 你台湾而牺牲他本国的利益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 美国现在国内是普遍有厌战的情绪 而美国在台海发生紧张状况的时候 也很有可能不会持缘台湾 但是台湾方面一直对外宣称 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 那么在发生紧张状况的时候 如果美方不支持 台湾方面一定会非常焦虑 比如说现在的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 就公开对外宣称 现在两岸紧张的状况 让他一直睡不好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长期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武剧统动作从未停歇 近日又传出台空军三联队 将划子夜飞行训练 以及台军在夜晚演练新战法等消息 面对两岸军事现状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公开称 两岸军事现状很紧张 濒临动武 他也很紧张 一直睡不好 台军现在正在进行夜战演训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都在演训什么 不去靠营造两岸的善意跟共识来避战 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就是只会升高备战 结果就是美国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 两岸的情势却越来越紧张 台湾的联合报前几天有个独家报道 说台湾空军花莲的第五连队 台南的第一连队 新竹的第二连队 最近都在向附近的乡礼做宣导 说是为了因应时局的需要 所以台湾空军各连队会依照命令 要执行跨子夜飞行训练 是要强化部队的夜战能力 符合实战化的要求 那什么是跨子夜飞行训练 就是说台湾空军会开始在深夜23点 到凌晨进行训练 会先从IDF F-16V幻影2000开始 各挑一个连队来做训练 所以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是一两次 后来会扩大到更多的连队 那就会经常举行了 我们在深夜跟凌晨做训练 巨大的引擎声一定会妨碍附近的安宁 那台空军说希望乡亲能够谅解 他们不是在扰民 而是在保卫台湾 简单的讲就是战备进一步升高 据说过去台湾的空军晚上七点以后 到第二天早上九点 是所谓的环保时段 不起飞也不落地 但是现在担心大陆的飞机不会陪你 照你的上下班时间来训练 加上夜间的出勤 技术上还是跟白天不同的 所以要开始这个跨子业的飞行训练 除了开始这样的跨子业训练 台军这种升高备战的动作还很多 台湾的防务部门就证实 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做的电脑兵推 不止美军会有官模团来 时间也要拉长 这是因为要加入很多新状况跟新科目 说是要因应大陆的灰色领域 灰色地带的手段 另外台军也一直在美国的指导底下 做城镇战的准备 包括演练反装甲武器 还有都市情境里面的特种作战 台湾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说 城镇战就是台湾在做最坏的打算 在升高备战的压力底下 台军的人力是很吃紧的 就有前台空军将领提到 很多飞行员到了服役年线 就不签了 不续约了 宁愿转到民航公司 所以未来台湾的空军会有缺人的问题 邱国正在立法机构打询 他也说台湾的年轻人不想当兵 就算是延长兵役成了一年 这个战力也是不够的 其实台湾多数的民众倒是非常不放心的 刚才邱教授也提到美国方面的很有可能会派团 去观摩台湾方面的汉光军事演习 那么这样的一个观摩团 美方是在每次演习的时候都会派出吗 还是这是美台军事勾连的一个新的动作 实际上我们知道 接下来这个台湾方面可能要搞所谓的汉光 40号的军事演习 首先它也搞所谓的兵器推演的部分 这一次兵器推演也有原来的5天4夜 延长为8天7夜 由它的整个市场拉长了 除了这个之外 在这个士兵演练阶段 这个刚才讲到说 很有可能会有美方的人员进行观摩 那这样一个美方观摩的一个动作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情况来看的话 实际上此前曾经在相关的 尤其是在汉光演习当中 有美国军事人员的这个身影 那这一次应该是说 美国会循着所谓的往例 然后再次派员 然后来对这个台军的一个演习 下制导器 这是这个军事层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近期美台的这个勾连 尤其在军事方面的勾连 还是非常之多的 比如说就在前几天 美国曾经派出 他所谓的这个约翰·斐恩号 这样一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我们也看到前几天 美国还向对台湾 这个出售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数据链的 升级系统等等等等 那这些所谓的美台军事勾连动作 都是对我们中国大陆 对台政策一个错误的判断和估计 于是乎美台要强化这种军事方面的勾连 美国要把台湾打造成 所谓的这样一个毒蛙 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豪猪 然后来对抗我们中国大陆 这当然是军事层面的 那除了军事层面之外 我们看到美台的勾连 实际上近期确实是动作频频 在这个比如说人员交往层面 曾经我们也看到台湾等的有媒体报道说 在520正式就职之前 台湾地区已经这个当选 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 也就是后任的副领导人 小美琴有可能串访美国 我们也看到前面也介绍过了说 现在有5月20号 有美国的议员到台湾地区 进行串访活动 那就在二三月间 我们也看到比如说 美国的这个也是极端反华的 这样一个众议员加拉格尔 是所谓的美国国内的 与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的 这样一个主席 也串访了我国的台湾地区 近期美台很多这样一个勾连 还是非常拼命的 看来接下来美台的勾连 那是全方位的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 邱国正对外公开宣称 他一直睡不好 因为现在台海的紧张的现状 而非常焦虑和紧张 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 邱国正的这番表态 他想向外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台湾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在立法机构答复 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赖世宝 质询他的时候公开说 说两岸的军事现状 一直很紧张 他自己也很紧张 而且晚上睡不好觉 他还说 如果主管防务的他不紧张的话 问他问题的民意代表 恐怕就得紧张了 邱国正说 他之所以会紧张 是担心一不小心 两岸会擦枪走火 那另一位国民党民意代表 就问邱国正 你为什么会紧张到睡不好 邱国正说 是因为有很多以前不会发生的状况 现在都在发生 他也举了个例子 说像是在惊吓海域 台湾海巡的状况 就是不能预见的 真的是像邱国正他说的 只要他紧张 我们其他人就不用紧张吗 当然不是 这种台湾不断升高备战 两岸却越来越紧张的状态 是很多台湾民众都会担忧的 邱国正的紧张和睡不好 也于事无补 因为大家希望看到的 是民进党当局 能拿出改善两岸关系 稳定两岸局势的办法 特别是我们看到 台军因为压力 状况也越来越多 前几天 台军就在八天里 发生了五起自杀巡短的事件 还有一位 是在蔡英文办公室 站岗执勤 掏出配枪来自杀的宪兵 还传出来说 他在执勤之前 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现在正在进行司法调查 特别是听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慕尼黑说 国际体系里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这话很奇怪 大家都坐上餐桌吃饭 不可以吗 非要你上桌 别人就要被你挤下桌吗 而且这个话 听在很多台湾人的耳朵里 很难不觉得 自己就是美国菜单上的一道菜 想吃 吃定你 不想吃 你就是厨余 美国人怕台湾以美 但是你们把话说得这么白 台湾人能不担心吗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美方同台湾党局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 美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这样的情况下 靠搞小动作恶化两岸关系 只会越加的不得人心 好的 非常感谢 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 给出的解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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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